特别注意 加的上去 清除的话你不能直接就是之前的清 清除的话变成说 你要针对不同的效果 去给不同的清除方式 所以加的话 那我们当然有几种做法 第一个是个别的清除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 加了什么呢 这个颜色变更 比如说字的颜色原来是黑色 所以你要第一个什么 把它的字的颜色 把它改回什么 改成黑色 那黑色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RGB的什么呢 全部都零不就是黑的吗 全部的255就是白的 黑的白的 第一个所以如果你要改回 应该知道吧 就是RGB 风color等于RGB 零零零就好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底色 intro colors 它里面的颜色 我之前本来想说 是把它改成白的 对不对 不过后来发现 其实是可以改成白的 但是改成白的之后 有点怪怪的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清除的话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把 那个一样 把层机多重颜色 改成层机多重清除 那清除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改改为什么 改为黑色 所以第一个当然改黑的 黑的话呢 改回原来黑的嘛 然后就是 这边把它改成零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效果啦 效果的话 如果把它RUN一下 RUN的话习惯是这样子 把它拉过来看一下 这样子 直接执行 看A会不会变黑的 有没有 A变黑的 有没有 看得出来 OK 那B的话要改回来 改成什么 改成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我本来讲说 那个B的部分 改成多少 2525 这边加2525 然后把它执行 有了 有没有 白的 但是 后来有同学说 之前本来是讲这样 然后后来同学说 老师不太对 因为这个好像有那个 灰色的框线啊 那灰色的线不见了 有没有 我其实将来 你们在那个列印的时候 应该也是看不出来 但是这样好像还是差一点点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比较标准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Color有没有 这边加一个没有 没有的话呢 跟白色不一样 没有颜色的话 在那个Excel里面是用什么呢 XL开头的 它 其他的那个相关的引数 有没有 那个常数 都会是XL开头 没有的话就NUM XL NUM 没有 也就是说呢 它没有颜色 执行看看 OK 你们发现 Intel的Color 把它加成没有颜色 它就会 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了 有没有 它的框线呢 出现了 所以第二个 底色 第三个框线的颜色 那框线颜色有几种做法 就是干脆你把什么Color 的颜色 改为 没有 没有的话 或是它这个 你想说是不是可以把Color 变成没有颜色 所以如法炮制看一下 执行 看一下 也是没有 可是问题 你要发现 我之前也本来是这样教同学 不过还是有同学 眼睛特别亮的 有没有 他会说 老师 不一样 我想说 有吗 就是一样吗 对不对 后来仔细一看 有没有发现 果真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没有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外面的是 那个灰的 那它好像有点偏蓝 我说我眼睛不太好 反正这样 我后来发现 其实如果你要真的改回来的话 有几个做法 你可以用ColorIndex 这边加一个ColorIndex 后来我查了一下 你如果要真的改回没有 那就是要用ColorIndex 才会是完全没有 所以这边执行给各位看 你会发现 执行ColorIndex 多一个Index 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真的就恢复了 这个我是去查很久 因为我本来想说 照原来的逻辑 这样OK 可是就是差不多一点点 但将来你列印应该也是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只是一个 让你知道这边有线 因为你没有线条 它也不会列印出去 那只是说 当然我们要最精确的 所以后来查了一下 原来你Color要加Index 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还有一个什么 LightStyle LightStyle 可以了 如果我是觉得 记得加Index 就是等于没有 好 那我们就恢复了 最后剩D D的话就是也把它改成黑色 字改成黑的 然后Bold加TrueD 如果没有的话 那记得True跟另外一个 没有的话叫什么 叫False True跟False OK 所以改成黑的 然后改成没有 OK 这样的话呢 把它执行 欸 就会有恢复了 所以 基本上我分别是ABCD 个别的 把它恢复 不过就有同学说 老师干嘛那么麻烦 其实 我们前面讲过 其实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你也可以不用针对除尘格 你干脆全部清除它的 包含资料 跟包含它的格式的话 其实只要写一行就可以 但是一行的处理方法 是根据的是Range 用范围 整个范围怎么样 清除它的 包含什么 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 清除全部 怎么样 如果假设我要清除全部的话 其实常用里面有个什么 清除 那你会发现有什么 全部清除 意思就是连格式 内容 这些都清除掉 如果你按Delete的话 只会清除 那个里面的资料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全部清除的话 还一招 就是说 我们干脆 把这边改成什么 这个 不过 我要重新改程式之前 我的习惯是 我要保留旧的 因为删掉下一次 没有了 你写这么辛苦 居然就没有了 那你以后要参考的话 所以你有个方法 你可以把这些写好的程式 可以呢 把它变成什么 使程式变成注解 那注解的意思是说 前面都加 帮你加单一套 那当然你也可以 前面自己慢慢加啦 没有 慢慢加 会加这么多个 那 今天各位讲一个 蛮好用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 特别注意哦 预设是没有出现的 你要怎么让它出现 按右键 有个编辑的工具列 这个工具列要叫出来哦 那它可能会是浮在上面 浮在这边 我习惯是把它丢到上面 这边 那你只要找到什么 使程式 呃 变为注解 那它就会全部帮你注解 那这个注解意思是说 我不删掉 我先留在那边 我以后需要参考之后 我再把它变回来 那怎么变回来 旁边有个什么 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 前面的单引号呢 就全部不见了 那如果你要注解的话 这个还蛮好用的 不然的话以后以前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我们就变成要手动自己 在前面加单引号 那可能要加很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功能 那你要改的话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全部清除好了 那比如说 我今天加了这个颜色 那我如果要清除 里面的格式之外 我还要清除格式 里面的资料跟格式的话 我其实写一行就可以 这一行 其实就是 第一个高差范围 所以我们前面呢 也有用到range这个物件 range 不要打错 前刮 其实有没有打错 你打个前刮5 大概就知道了 前刮5什么呢 h2到h7 点什么呢 clear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clear contents 有没有 指的是清除里面的内容 其实按delete 只是清资料 clear format 是清除格式 但是如果你要全部清除的话 其实你只要一个clear就可以了 clear 这个哦 其他都不用写 意思是说 全部清除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clear 这个clear 对对对 这边 冒号忘了 ok 这样的话呢 执行它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 程式因为现在还停在这里 所以我直接把它执行 继续 有没有发现 全部就清空了 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它的做法是 就直接选到这个范围 有没有 然后干脆直接 把它clear掉 里面就还原了 所以这一招有时候 是不区分的 反正全部都帮我 通通can掉就对了 我也不管了 我不用判断 所以 那当然刚刚主要是叙述啦 如果你以后不是要全部can掉 你是要 针对某个部分cancer掉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 利用个别的 所以这个是针对的是 某一个储存格的设定 然后如果你要自还原成黑色 特别之后 然后呢 intel color变成没有 boulders的index等于没有 然后呢 bould等于false 这样就还原 这是个别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次全部还原 就是canclear就可以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清除那个里面的格式部分的说明 ok 所以你能够加啦 当然也需要会把它格式 恢复 那恢复的方式你可以个别 针对某部分的格式恢复 那你也可以全部啦 全部的话我们可以用range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 以sale里面用到最多的两个物件 基本上目前大概用最多就是range 跟那个sales 那一个指的是范围 一个指的就是储存格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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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